大家好,这里是404书院,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。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灭亡前,朝廷基本上要出现出内外矛盾无力化解,方寸大乱举止失措,权力刺忠心做大,挣扎加速导致脑死亡四大征兆。 这些征兆,表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加速灭亡的倒计时时刻。 第一,内外矛盾无力化解。 东汉末年的党固之祸,外戚专权,世家大祖子弟秉政,宦官集团做大,地方实力军阀的兴起,太平道宗教势力的蔓延,黄金起义就呈现出内外矛盾无力化解的末日征兆。 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,加速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灭亡。 中唐至晚唐的藩镇割据,宦官专权,牛里党争,尤其是皇朝造反,对社会生态的大规模破坏,加速了唐王朝的覆灭。 宋、明、清三代的末年也有类似的表现。 北宋至徽宗时,社会矛盾已非常尖锐,王安时变法富国强兵的举措,实际上是例行商鞅的育民武术,民间财富被一步步掏空,逐渐集中到了朝廷和各级官员的手里。 百姓生活困苦,皇帝穷奢极欲,百官罪生梦死,不遗余力敲拨小民的严重后果,是社会矛盾激化。 宋江、方辣的起义,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力量。 对外关系上,辽、西夏对北宋的威胁长期存在,后起于辽东的女真建立的金国更是咄咄逼人。 北宋朝廷面对这些矛盾,却根本无力解决。 文人气息过重的宋徽宗,饱读诗书,书画双绝,对军国大事却束手无策。 甚至直接躺平,日日单于纯酒美人,最新于蔡京宣扬的风亨欲大,不再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甚至连治标的办法都拿不出来。 当然,如果仅仅是这样,北宋仍然可以苟延残喘,不至于迅速灭亡。 宋徽宗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重要举措,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父王。 明末的崇祯,也面临着烟焕势力。 党征,连年大汉,流民大增,后经威胁一系列麻烦。 对这些严重的矛盾,他不但无力化解,反而打出了一系列昏招,直接加速把大明王朝推向了穷途末路。 满清更是不堪,其父王是从1907、1908开始突然加速的。 如果说之前的王朝,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内,没有改弦更张的借鉴参照和有效途径,满清条件要好得多,美英、日德都是现成的学习榜样。 不幸的是,面对内外危机,满清权力集团不是从政治制度上开刀,反而搞了一系列措施固权,直接把大清推入了倒计时。 第二,方寸大乱,昏招迭出。 宋徽宗即位后,重用菜经,铜冠,搜罗花石缸,迷恋美色,贪图享乐,导致怨声载道。 但是,他除了这些历代皇帝普遍具有的毛病,还有浩大喜功的一面,为了实现祖宗们都没有做到的收复幽云十六周的强国梦,为了在列祖列宗面前露一手,轻挑的宋徽宗放了一个大招,即对辽国毁盟被约。 和金国结盟,具体内容是,宋,金联合进攻辽朝,灭辽之后,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周,同时把给辽的碎壁,转赠给金朝。 这个策略貌似正确,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加速了北宋灭亡的重大外交失误。 在当时的情况下,金强而宋,辽弱。 而且,辽和宋之间已经和平百年,面对陌生的势力,宋朝应该与辽联合,对抗金国。 对宋来说,最好的结局,是三方可以共存,形成战略平衡。 如果辽必须在宋的支持下,才能同金抗衡,那宋就可以占据战略优势。 即使想灭辽,也要做好辽王后,和强大的金对质的战备。 可惜,急功近利的宋徽宗,将自己的诉求和底牌完全暴露在金国面前。 这样一来,主动权完全在金国一方。 如果金国与宋翻脸,朝廷如何应对? 果不其然,金国大军南下,宋朝君臣惊慌失措,乱作一团。 宋徽宗急急忙忙把地位善让给太子赵还,自己带菜优。 同贯仓皇出逃,一路走到长江边上,被迫返回东京后,即被亲宗软禁。 金军攻入开封,二帝北伏,北宋灭亡,明末帝崇祯也是昏招迭出。 从崇祯元年的财彻一战开始,到崇祯九年,十年,继聊想之后加征脚想,练想,以及走马灯幻象, 临阵异将,诛杀大臣,各种昏招,此幅比起,层出不穷。 也许是因为坏消息太多,崇祯十七年中,皇帝经常处于心绪烦闷, 方寸大乱,长虚短叹,束手无策的状态,具体表现在决策随意性极大, 正出多门,招令膝改,左右互搏,内耗严重。 中书吵闹不休,下属无所适从,李自成一路北伐, 势如破竹,官兵望风而降,兵风直抵京郊。 此时,崇祯与大臣却都在焦头烂额之中, 因为是否需要迁都而斗气,推诿,扯皮。 崇祯如果在此时当机立断,迁都南京,明朝尚有大半江山, 江南富庶之地,财水丰足,自首绰绰有余,也有可能卷土重来, 时间一天天过去,什么也决定不了,大臣们各怀鬼胎, 暗中忙着准备迎接李匪进京,做新朝之官。 众叛亲离之下,崇祯只能一步步走向眉山, 满清于1907年推出皇族内阁,1908年慈禧毒死光绪, 免去袁世凯本兼各职,开缺回击,1911年铁路收归国有。 这几件事,大大激化了内外,上下,左右各种矛盾, 尤其是保禄运动这样的大规模民变, 宣告满清统治已经进入弥留状态。 第三,权力赐忠心的做大, 正出多门是专制王朝普遍存在的顾及, 一个王朝的末年,这种一国三宫的内耗往往使王朝加速走向死亡。 北宋末年,宋徽宗禅位给宋亲宗,自己做太上皇。 宋徽宗在金军兵临城下的生死关头, 带着蔡幽、铜冠、高丘、 乘船沿大运河连夜南下,一路逃到长江边上的镇江。 宋徽宗南下的后果, 是宋王朝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。 没有经朝廷批准而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, 以至于出现了去朝廷者, 实以三思, 班坠空然, 众目害事的局面。 相反, 宋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云集, 通过发运史思和行宫史思, 宋徽宗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几道诏述, 以刚运于所在泄纳, 截留了江南地区供应京师的物资。 宋徽宗的这些做法, 使得闻上皇之诏指秦王之师, 守臣皇后, 莫知所从, 使朝廷不能号领东南。 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, 开封政权变得更加难以维持, 本承诺不干预政事的太上皇, 此时在江南却照常处理政事, 任免地方官员, 大肆恩赏贱烂, 以至于官员获预告, 命并行, 而莫知有朝廷矣。 宋徽宗俨然还是一国之君, 江南地方官把宋徽宗的所作所为上奏给宋亲宗, 京城处于一片恐慌之中, 一个王朝,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皇帝, 下属官员在两大阵营中, 犹疑不决, 东倒西歪, 瞻前顾后, 无所适从。 这种严重的内耗, 加速了北宋的父王。 崇祯末年, 影响朝廷决策, 导致政令不通的权力次中心相继出现。 原重患之死, 使得带兵的大将人人自危, 拥兵自重, 顽扣自肥, 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。 朝廷的号令, 已经不出宫门, 坐镇武昌, 手握百万雄兵的左梁玉, 不但矫章线中不利, 而且坐视明朝的灭亡而无所作为。 由于崇祯贪功伪过, 气量狭小, 大臣们担心他甩锅, 而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明朝廷实际上以裂变为皇帝。 大臣, 武将三个矛盾重重的政治集团, 伟大不调的内讧, 加速把明王朝逼向了绝路, 一大堆人, 每天吵吵闹闹,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, 坐待国事糜烂, 政权父王。 满清在剿灭太平天国, 碾军的过程中, 以曾佐胡鹏为核心的乡军, 和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淮军相继崛起, 权力赐忠心已经出现, 戊须变法时, 帝党, 后党的激烈争权, 使朝廷分裂成两派, 庚子事变中, 李鸿章, 张之洞, 刘坤一的东南护宝, 不奉朝廷的乱照, 标志着清末地方势力的崛起, 清政权对此心知肚明, 却又无可奈何。 1907年前后, 满清统治集团事实上已经分裂成帝党的皇族, 袁世凯为核心的军人集团, 地方官身势力的立宪派, 孙中山, 黄兴和宋教人的革命党, 这四种力量决定了清末明初中国政治的走向, 1908年, 光绪被毒死, 慈禧病死, 袁世凯被免, 朝廷中枢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, 此时, 满清统治集团再也推不出具有远见着实, 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, 各种人才迅速下沉到远离中枢的权力次中心, 这些势力爆发出来的离心力量, 直接导致了满清统治的终结, 第四, 挣扎加速了挠死亡, 每一个大县已到的王朝, 都不可能主动迎接死亡, 引颈救路, 在临死之前必然拼命垂死挣扎, 可惜, 这种挣扎, 却往往没有什么用, 如同一个深陷泥闹中的困兽一样, 不挣扎还能苟言残喘, 越挣扎, 越下陷得快, 直至没顶, 在这个时候, 不做点什么, 似乎不可能, 但是, 无论怎么做, 可能都是错的, 战与何, 手与逃, 选什么都不对, 百扬所指的王朝的挠死亡, 我认为就是植物人状态, 大脑与四肢已经互不同数, 所有的挣扎, 不过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, 宋徽宗的禅位与南逃, 实际上是无奈之中的一种挣扎, 并非一无可取, 徽宗尽管在政治上弱智, 但并不是白痴, 后来宋高宗的难度, 忠兴走的是同样的路数, 其隐含的意义在于, 东京四战之地, 义工难守, 所以新皇守国, 自己退一步以防不测, 新平庄舊久久, 这是三十六纪中的礼带桃江, 但是, 自己退而不休, 不肯完全交出权力的下场, 是民心大乱, 官心大乱, 这种巨大的离心力, 导致的混乱局面, 已经昭示了北宋灭亡的不可逆, 父子争权, 徽宗被软禁, 不久同时被俘, 朝廷彻底陷入了脑死亡, 崇祯在位十七年, 六下最挤兆, 在局势大坏的崇祯十六年, 两下最挤兆, 崇祯十七年, 还最后下了一次, 已经是绝望之中的哀鸣了, 这也是一种挣扎, 尽管是无望的挣扎, 这种挣扎, 不但挽回不了事态人心, 反而将自己的决策失误, 无能, 进退失聚, 暴露在所有人面前, 君臣离心, 各级官员各怀鬼胎, 明朝加速进入脑死亡, 满清末年的皇族内阁, 罢免袁世凯, 也是最后的挣扎, 当权者幻想通过罢免袁世凯, 收回兵权, 但是, 掌控一支军队, 仅仅免掉军事统帅是远远不够的, 统兵大将, 高, 中, 低级将领, 以及一个个甘愿流血牺牲的普通士兵, 是一个整体, 如果朝廷倒行逆时, 必然导致民心浮动, 士兵都是来自于普通老百姓, 民心浮动的后果, 是军心动摇, 谁还会给你奋不顾身的去卖命, 为什么打仗, 给谁卖命, 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, 有兵在只能是一句空话, 独死光绪, 也可以说是垂死挣扎, 我觉得慈禧将死, 未必出此下策, 但是, 他身边希望光绪先塌而死的人, 实在是太多了, 万一光绪重新掌权, 这些后党还不是个个都要死无葬身之地, 光绪糊里糊涂, 就丢了命, 小团伙的利益凌驾于集团利益, 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, 是统治集团进入脑死亡的重要标志, 可以做个假设, 如果年轻的光绪能够活下来, 他只活了37岁, 并无绝症, 清朝很可能立宪成功, 中国很可能进入君主立宪的宪政时代, 但是, 历史不容假设, 也就是说, 光绪必须死, 清朝必定灭亡, 这四大征兆齐备, 亡无日矣,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, 麻烦帮忙点赞, 转发, 订阅, 谢谢收看。